标库车神轰鸣盛典这部游戏背后存在着某种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争论 要是有谁在评论区里留言 提起它和当前Playground Games旗下的极限竞速地平线系列的相似之处 那么总会有人在回复里提醒到 微软手里的这张竞速王牌 在2006年Eden Games的那部无限试驾前面还是个小后辈 毕竟人家才是业界先驱 要是再辩论下去 那有人就要说 标库车神的开发团队Ivory Tower 本身也是由来自Eden Games的几位资深开发者牵头成立的 其中就包括无限试驾的游戏总监Stefan Bailey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一代标库车神看起来的确是受极限竞速地平线的启发 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但与此同时 本作依旧保留住了标库车神系列特有的多载具设计 目前本作的最终表现还是难以评价 我们只上手试完了30分钟 此次初体验的游戏内容 也仅限于车辆载具 标库车神2的船只摩托飞机已经悉数回归 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接触到这些载具类型 那么丰富的车辆种类自然就成为了本次试玩中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 我们也初步了解到轰鸣顺点的整体结构 其中的主题赛事和驾驶挑战是分开的 它们被安排在了不同的游玩清单之中 按照游戏官方的说法 这些清单就是简短的担任模式 实际玩起来的感觉也与极限竞速地平线里的地平线故事大致相似 玩家们得根据游戏的要求来驾驶特定的车辆 完成特定的任务或赛道 一边体验多样的玩法 一边学习有趣的气账文化 轰鸣盛典精心安排了一系列这样的游玩清单 来为整部作品拉开序幕 第一段的高光无疑是经典的日系跑车 它也标志着丰田品牌正式加入这支系列 火努努努的夜幕降临 霓虹闪烁的街道被雨水浸湿 一切尽在不言中 接下来的这一段内容以越野竞速为主题 我们能看到四轮驱动车和越野摩托车 在泥泞的草地上同频较量 随后是纯正的全封闭方程式赛道 游戏也为此安排了进展环节 接着玩家可以集中体验到 上世纪50-80年代的复古汽车 而最终则是要介绍兰博基尼的普系与历史 上市数周的兰博基尼 Devordo无疑占据了这一整段的CV 作为Aventador的继承者 这款V12混动跑车 即将成为该公司旗下最强大的量产型跑车 以上内容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重复游玩新衣的清单 还可以体验两项额外的活动 其一是坐进沉甸甸的美式老爷车 在街上轻松巡游 其二则是驾驶法拉利F40 进行点对点的竞速比赛 我特别喜欢开头的那一小段复古镜头 老式录像引带的风格实在是太香了 符合时代特色的背景配乐更是恰到好处 至于游戏操作方面 虽然这次的试玩版本处于默认设置之下 不过想要给出一些大致评价的话 其实已经足够了 我们体验下来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标库车绳系列中一贯的接近模式依然存在 车辆的重量感和抓地力也有了提升 开起来感觉更沉稳更拧针 与此同时 我也有感受到自己能通过油门来进一步平衡车身 轻微调整过弯时的过度转向 在这一次试玩期间 我们并没有接触到任何自由的驾驶玩法 因此暂时还无法去整体评价 这座经过Ivory Tower重塑的瓦湖岛 只谈第一印象的话 其实我们体验到的部分和极限竞速地平线的第三代 五代均有相似之处 像是蜿蜒的海滨大道 泥泞的雨林响泞 以及现代都市的街边路段之类的 虽然轰鸣盛典的这座瓦湖岛 并不像无限试驾里那样 按照1比1的规模进行了完整还原 但以我们短暂的试玩体验来看 游戏地图还是保留了相应的地理特征 珍珠港到万岁管道之间的主干道路两侧 是两座大型森林保护区 火鲁鲁鲁也坐落于岛屿南岸 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是 Ivory Tower表示 玩家能将自己在二代游戏库里的内容 转移到这一座昏明盛典里 不过与这方面相关的具体信息 还是要等待官方日后再公布 总之 标库车神昏明盛典将于9月14日发售 现如今 极限竞速地平线已经大获成功 无限试驾时隔多年后的系列最新作 也计划将在今年推出 与这两波作品相比 昏明盛典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我很期待答案正式揭晓的那一天